无论各位身在何方 希望你们记得你们的跟在中国 我是幽才书院中学部谭各位校长 很多同学和老师都移民 包括我们直至于校都不能恒练 有见及此我们不如就做一出普通话的音乐剧 的剧名叫《乐业归根》 希望直至勾起一些同学的回忆 勾起一些同学将要离别 怎样和他们宽宋 又怎样希望他们可以回来 虽然筹备都差不多大半年 整个过程我觉得都是很愉快 特别是到上星期正式公演的时候 我见到有超过100位同学参与 我见到他们真是尚下齐心 很享受 正如我们所说 无论结果是怎样 从过程中我觉得已经是很成功 这几年我觉得同学们 都有一些离售别墅 因为这班同学都有人离开 有时候我在走路 我见到他们就跟那些离开的同学拍照 我一见到我又会说 习惯了就拍一张照 有时候心情也有点难受 有时候觉得同学们拍照 但又发觉这张照片可能是 不知几时再见他 在这个时候就唯有鼓励同学 也不如你回来 但有时候都担心他们到外地会否认 无论各位身在何方 希望你们记得 你们的根在中国 你好 我是黄天元老师 是幽才学院的中文老师 今次的剧目叫做 《乐业归根》 其实是跟草花头的乐业归根是相关的 为什么会选三点水这个乐字呢 因为这个故事是一个落参基的桥包 翻乡下一层根的故事 其实《乐业归根》这个故事 主要是想跟很多离开了香港 去探索世界的人说 其实同时我们都要回去 尝试了解我们的根 了解我们的国家 了解我们的国家文化 因此这套音乐器里 我们放了很多中国文化的元素进去 而更加重要的是 也都要去有一种孝的情怀 不单是孝顺 角色里面的爷爷 也都要孝顺我们的国家民族 最难的地方是 究竟同学能不能够 将爷、孙、情 与国家与我们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呢 我觉得最困难的地方 就是在对白方面 如何写出动人的对白 去表现我们与国家的情感 我们与国家的关系 国家就我们跟着 这一点是最难 但最后他也做得很好 我的名字叫刘若玲 然后在这次话题里面饰演的是 女主角叶宜兰 叶宜兰是一个性格很含蓄的人 然后他会因为回到自己小时候生活的村庄 然后看到一些很陌生的村民 感到不知所措 但是也因为跟热情的村民相处之后 就会逐渐放开了自己 然后重新回归于家乡的文化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郑梓盈 我是这次音乐剧 饰演的角色 是幼时的叶伊兰 叶伊兰这个角色 在小时候是很天真 很可爱的一个女孩 我就很喜欢她的天真浪漫 还有她和爷爷的感情 都是非常之感人 我的名字是王雨晗 我在这一次的音乐剧中 饰演的角色是爷爷 我个人感觉爷爷这个角色 他比较复杂 因为他对宜兰的爱 就是对他孙女的爱 是一直藏在心中 然后未曾提起的 所以想要将这个角色演好 是有一定的难度 我的名字是梁雨风 我显演的角色是叫张义 我觉得张义是一个 很关心人的角色 他是和村长一起去迎接宜兰 一起去陪宜兰 去收拾他自己忘记了的回忆 我觉得在这个音乐剧 饰演这个角色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而我很开心有这个角色可以去饰演